请揭幕 东市国中尽私阅读书宣揭幕 喜欢看书的同学们多了一个好去处 很舒适 就是会感到很清闲 就是这里很安静 又可以让人家静下心 明亮的空间里结合东市客家在地元素 各种书籍都是充实自我的心灵资良 在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中心 那每天有十分钟可以读一些 他们对他们不管在各方面有帮助的书 对他们应该是非常有注意的 就如同禁私阅读书圈禁私这两个字 让他们来到这里拿一本书也好 都是可以找到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 同学也从慈禧职工手中 接过禁私语发送到各班 传承智慧与做人的道理 而在无峰国校 去年底就成立禁私阅读书圈 学校用心规划活动 教育孩子服务的精神 他们未来可以当作一个书圈的导读小志工 下个时间就去那边 维持座椅 然后也可以帮助在现场 要想要看出的小朋友 学生们学习成果丰硕 懂得回馈 一千个竹筒 启发善念 师生发愿 小钱心大善 感恩 通过阅读 爱的教育从小扎根 让孩子在校园生活中 健康成长茁壮 大爱新闻 张贵端 李月威 朱青柳 台中综合报